各位區議會陳埃樂定,大家都覺得很開心,當然沒有睡覺, 不過換取回來的就是一個71.2%的投票率。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建制派輸不起的嘴唸。 輸不起的嘴唸是什麼呢? 第一,吳秋北說這個選舉是在一個黑色暴力, 最不公平的環境下產生。 其實他想起沒有怎麼說錯,老實說, 在這幾個月運動和區議會選舉的氣氛下, 超過一萬發的催雷彈, 五千發這些不同類型的布袋彈、塑膠子彈, 五十發實彈,有一彈甚至是中了一槍的年青人, 有一槍的布袋彈是中了眼。OK? 接著超過五、六千人被捕。 你說這些環境是不是黑色暴力? 吳秋北作為工聯會,1967年他應該都出了勢, 他應該知道究竟文化大革命底下和香港的暴動, 究竟什麼叫做真正的暴力。 但當然你都可以說,中大、理大、確實, 整個過程真的好像戰場一樣。 好,接著還有一個何議員,何君堯議員, 不得不讚香港人那種創造力, 第二招一起來,一起來一看, 我一看,見到何議員三個字, 他的名字和他的一個偽名, 這個偽名你可以去, 他是藝人的藝又可以, 虛偽的藝又可以, 何議員就是耳經的耳, 玩完的完。 我覺得這個都真是香港人頂掛掛, 那種想像力和創造力。 何議員又說什麼呢? 泛民得到國際超級機器助選。 我看完之後, 我又覺得他對, 這個國際超級機器存在是有, 不過不是為泛民助選, 不過可能是間接為泛民助選的, 因為這個是共產黨, 共產黨真是夠國際機器, 夠超級了吧, 他就在香港不斷地做壞事, 而不斷地令到這個林鄭的政府, 用魔警、黑警、 黑暴、濫暴、濫殺、濫拉、濫放催淚彈, 導致整個香港被他叫醒了, 對嗎? 這個真是國際超級機器, 是為泛民助選, 但本來就不是, 本來想為你那些爛泥符不上壁的民建聯助選。 第三,民建聯出來之後, 鞠躬, 真是, 跟著李慧琼就說, 我已經是向這個中委會提出請辭, 不過, 中委不接納, 大哥, 牛不喝水怎麼禁得牛頭低, 哎呀, 你不做主席, 兩腳走開, 誰能拉你住, 即是不要在那裏做戲, 所以有時, 不幸的就是香港建制中人, 有時就掩著良心之餘, 也有時說話不是說真話, 政治當然你說, 政治沒什麽真正的表達, 大家都在玩數字和口頭的術語, 但麻煩民建聯除了不讓李慧琼辭職之外, 現在民建聯開始用機器和解說, 喂, 我們建制沒有流失選票, 我們不單止流失選票, 還多幾十萬票, 我們什麽叫做民意海嘯, 沒有這件事,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都輸, 不過我們很多的席位, 輸一票兩票, 輸幾十票, 單議席單票, 他們就贏388席, 我們民建聯只有二十多席, 我們不算輸的, 我們有贏的, 我們有進取的, 我們堅實支持我們那些, 繼續出來, 兼得多了的, 這裏我們要跟大家分析少少, 過去一直以來由回歸開始, 我作為1994年回歸前的議員, 然後過度回歸, 我一直看整個香港政治形勢的發展, 六四開是一個黃金定律, 那你說, 鄭家庫, 泛民沒有了, 有段時間, 五成一多少少, 有時更加在選舉裏面, 你五成都拿不到, 這個是真的, 但我為何說六四的黃金定律, 其實就是民建聯, 建制中人, 四成的鐵票, 我認為已經是他們的上限, 平時泛民大概三成幾成, 很堅實的泛民支持者, 如果你用深、中、淺來形容, 深黃大概有30%左右, 全香港, 二十多個三十, 中間大概加多十多個巴仙, 於是在普通政治議題不多的時候, 泛民怎麼都拿到四十多五十, 那那些淺黃是什麼, 淺黃必然就是和淺藍很接近, 那些淺黃和淺藍, 就要視乎當時的政治形勢, 和選舉的候選人的質素, 以及有沒有政治議題, 在當時選舉的時候, 前前後後發生, 而令到他們成為了, 這個鐘擺效應的那十個巴仙,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建制不太喜歡六四這兩個字, 我認為用五四, 這次用五十五對四十五, 最終加厘, 所以如果五四, 就說五成泛民, 四成建制, 那十個巴仙是什麼, 那十個巴仙就是看看, 究竟你候選人的質素, 以及那區, 究竟他投票率高不高, 而決定當時最終的選舉結果, 如果大家有留意, 北區沙打一個區, 建制速盡飲奶力, 就贏泛民的代表兩票, 兩票這麼大把, 大家都各自拿著講的四千多票那類, 好像是, 你是難以想像可以, 一個選區就贏你兩票, 也都有泛民贏建制幾十票, 例如, 我也有幫忙的, 沙田區, 水泉澳區, 那個區, 瑞爾工聯會, 那個鄧家彪, 阿彪哥, 哇, 他由開川開始, 我們支持的候選人呢, 就由day one開始的了, 他呢, 遲少少而已, 大概遲大半年, 所以大家都做了三四年工作在那裡, 鄧家彪落力到不得了, 工聯會全部差不多在沙田的人脈, 當日我三點多去到, 哇, 一見到我來, 馬上叫幾車, 那些助選團, 跟著這次很特別的, 有很多平頭莊, 在我面前, 很空的, 眼淚淚的, 看看我如何跟那些人拉票, 是站得很近的, 近到差不多十呎八呎, 如果平時我看到這些人, 我以為他想過來跟我聊天, 他說不是的, 他們在前面不斷地, 不斷地左右地走, 然後眼睛就這樣, 這樣嗎? 那你平時, 如果你不是玩慣, 在地區的, 有些助選團都說, 哇, 多麼多這些人, 鄭家彪你來到, 我說, 我都明白了, 鄧家彪第一, 不輸得, 第二, 鄧家彪當日, 據我們理解他們, 你算過一條數, 招呼到他們贏, 如果講平時的投票率, 他當日就會贏, 沒有想過, 香港人竟然可以真的去到七成, 突破七成的投票率, 阿爺和工聯會民建聯, 必然是計的, 數是計什麼? 他都會計到, 當日是會很高的投票率, 我的理解, 我想他們最多估計, 六成多一點, 你想想,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都很高的投票率, 都在講58左右的投票率, 那你就想想, 當日如果特區和民仔, 他覺得自己計的數, 六成五, 我當你計六成五的投票率, 他都打算贏你, 終於七成一, 於是我們支持的阿鳴, 就以六十二票之差, 如果沒有記錯, 只有五六十票之間, 就贏你, 所以今次的選舉, 泛民勝出, 必然是有一個超級的選舉機器在背後, 不斷放催淚彈, 跟著就是令到吹醒我們香港人, 七成人出來投票, 那你說六四之後, 這個選舉定律, 其實就是香港, 過去一直以來, 沒有變度的泛民和建制的分別, 但是六四, 怎樣顯現在日後的立法會呢? 大家真的不要開心這麼快, 第一, 立法會呢, 就是比例代表制, 還是一半的, 三十五席的比例代表制, 另外三十五席, 有五席, 都是叫做比例代表制, 即是直選, 但又是比例代表制, 另外三十個舊的功能界別, 大部分都是公司票, 我又和大家看看, 這些我記不到, 我要看看, 這個的舊功能界別, 那些界別, 名稱, 即是我做了立法會員這麼多年, 和那些人共事這麼多年, 以及做評論員, 我都記不出三十個舊功能界別, 不如舉例, 我們和大家說, 因為大家開始想, 既然比例代表制, 三十五個立法會議員是比例代表制, 應該贏吧, 六四, 必然是, 界界都是這樣的, 泛民必然多個建制的, 三十五席裏面, 超級區議會的五席, 你怎樣拿得最多拿三席, 因為是比例代表制, 我說你拿不到四比一, 就拿三席, 舊有的三十, 大家聽聽吧, 現在我們擁有的, 個人票的, 我先讀一下, 會計界, 個人是我們現在泛民的, 社會福利界, 衛生服務界, 法律界, 醫學界, 和教育界, 即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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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十四個是怎樣, 那二十四個呢, 哪些可以有機會, 是能夠突破搶灘的呢, 第一,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圓景界, 這個呢, 工程師, 有機會, 一向都有機會可以搶灘, 第二, 飲食界, 飲食界當年陳樹英挑戰過章魚人, 差點挑戰得到, 你只是看今次飲食界, 何議員贏了之後, 那些飲食業茶餐廳有何議員大餐, 又或者你入香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就可以送一杯特飲給你, 凍檸茶, 凍檸水, 這些大佬, 你還不去拉票, 還不叫他登記做選民, 那些登記做選民, 你可想而知飲食界, 必然是下一屆有機會搶灘的其中一個, 跟著還有, 就是航運交通界, 不過航運交通界微少少, 雖然我們覺得, 航運交通界很微妙, 航運交通界, 是舊有三十個功能界別裡面, 你不說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是最少選民的一個界別, 那你說, 咦,不是金融界啊, 不是金融服務界啊, 不是什麼商界, 工業界那些嗎? 對不起, 那些都有四五百個票的選民, 航運交通界一百六十九個選民, 一百六十九個選民呢, 大地產商擁有的, 例如新鴻基, 因為他搞交通運輸很多, 龍運啊, 九霸那些很多都是他, 那, 所以為什麼, 今次選舉之後, 有的政治評論就說, 下屆立法會, 甚至是特區這個特首的選舉, 商界是關鍵的小數, 這個很對的, 李嘉誠究竟奔去哪邊, 新鴻基究竟奔去哪邊, 大家就要看, 數完功能界別, 你就會說, 哇,大哥, 你數來數去, 現在, 教育, 法律, 醫學, 三個, 衛生, 四個, 資訊, 五個, 接著, 社會福利界, 六個, 會計,七個, 我剛才數了, 現在是七個, 那七個呢, 加上超級區議會, 那三個, 十個, 那你要在另外舊有那些, 剩下來, 要突破拿八席, 那你才能夠在三十五席拿十八席, 那你分組點票呢, 必然又是拿了的話, 政府就會害怕, 但是, 在工業, 工程, 魚龍, 鄉議局, 保險, 商界一二, 怎麼拿呢, 這個呢, 不容易,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公視票, 不過, 今天我說難而已, 沒有人相信區議會有七成以上的投票率, 沒有人想過, 我那天拉票, 那些沙田區議員, 他們很多年了, 我作為新界東立, 我都想過, 第一成, 永遠區議會都是建制, 然後他告訴我, 第一成, 六點已經超過六成投票率, 哇, 他們很有信心, 沙田第一成會撐起他, 我說, 這樣也是, 不過, 都拿不到, 區議會的主導, 這樣也是, 大家都這樣想的, 所以, 世事無絕對, 今天, 如果我們覺得, 舊的功能界別, 好像很悲觀的話, 你不知道, 填北進之流的商界, 就是, 李嘉誠背後的理事力場, 會不會在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在功能界別裡面, 發下功, 這個, 不要這麼快說不, 一點都不要這麼快三集, 因為, 我們一放棄, 就絕望, 只要爭取, 希望在人間, 所以就如剛才那幾道例如, 飲食界, 大家, 誰在開茶餐廳, 登記做選民, 然後努力一點, 去跟張宇仁揮一揮, 跟著, 建築, 測量師等等, 麻煩你出來, 工程界, 工程師, 麻煩你出來, 這些, 人頭票來的, 人頭的票, 我已經說不是公司票, 好了, 跟著, 388個裡面, 日後我們選得首, 的117票, 必然是我們, 泛民, 加上現在, 300多票, 泛民拿到的選舉人票, 我們已經接近500票, 哇, 你一聽到, 很興奮, 1200個, 竟然有接近500票是泛民, 那你說, 那個背後的超級選舉機器, 是不是跟泛民在助票呢? 就過100, 就離差100票, 就是等於過一半的話, 你想想, 當日, 689, 梁振英, 都是靠區議會的117票, 他才過600票, 你想想, 如果他689, 減了117, 他連一半都過不了, 只有500多票, 他都不可能贏到, 那你就知道, 今次區議會選舉, 是惹來所謂民意海嘯, 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 正如美國一個知名的政治家, 馬丁路德金, 他很出名的那句, 我有一個夢, 我前幾天都發了一個惡夢, 各位, 這個惡夢, 不是沒有機會成真, 過去03年, 區議會選舉, 泛民大勝, 你知不知政府做過什麼, 內部研究, 甚至有文件出來, 在相關的事務委員會, 區議會選舉, 應該用比例代表制, 不應該用單議席單票, 喂, 我輸你兩票, 就沒有了一席位, 喂, 我有四成的選民支持, 我等於只有五十多席, 怎麼整個體統, 要改變制度, 改變制度, 我不會講國語, 所以我就講這句, 大家記住, 龍門, 就是共產黨最喜歡搬, 比例代表制, 必然有可能, 是日後區議會選舉, 有可能成為的制度, 不過我在這裡警告政府, 如果你認為比例代表制是恰當的, 麻煩你整個立法會七十個議席, 都是比例代表制贊成, 是吧, 才能夠令到, 立法會的組成, 由比例代表制, 區議會的組成, 由比例代表制, 六四開, 七十個議員, 即是有四十二個泛民議員, 那就是代表民意了, 那就是香港真正的港人治港, 所以大家記住, 以後未去登記做選民, 那天有個街坊走來跟我說, 哎呀,我未投過票的, 我現在想去投, 那他怎麼投就怎麼投, 我們說拿身份證, 是呀,身份證我有, 不過我未登記, 那你說原來香港還有些人, 還在蒙茶茶, 所以, 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未來的行政長官選舉, 一票不能少, 未登記的, 現在都未遲, 日後的選舉, 需要你, 今天講到這裡。